嘩 嘩 什麼事啊 好厚啊 這個X好厚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試一下 對啊 這個我覺得可以吃 又好吃 HELLO 現在是第二天了 我們又是太趕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乘的士 剛剛錯過了一班巴士 這裡的巴士 你錯過了一班的話 要等整30分鐘 很瘋狂 我們又不想走 就乘的士 我現在去迪化街吃早餐 因為迪化街很多店舖都很早上 所以我們才要乘的士趕去 我怕待會去到又關閉 我們就不可以試 很多午餐前1時都會關閉 希望我們這次又可以吃 剛才我們不是說來迪化街 我們第一站就是來這個永樂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的食物通常就是半天就已經收舖了 來這裡吃個油飯做早餐 還有好像有魚生 有其他食物 我們就要進去看看究竟有什麼食物 你看到這條隊 這麼長就在排著那個油飯 如果在台北講起油飯 就會一定想起這間林合法油飯 這間已經是過百年歷史了 它出名到很多名人的BB 滿月的話都要特地來訂這個油飯 我想問一下油飯是一盒怎麼算 一斤是一百二 看你想吃多少都可以吃 不一定要 哦 蛋雞 要雞腿 要雞腿 要蛋要嗎? 不要蛋 好 謝謝 沒有問題 排隊的時候呢 因為沒叫過 不知道怎麼叫 怕他一去到賣桌就很搶 但是幸運呢 阿叔也挺有耐性 喜歡他 超咪 還有聽說呢 這裡的雞腿和那些老蛋 是很快就賣光了 所以要收拾 為什麼要收拾? 我想說是看你財數 哎呀好興奮啊 終於吃到這個油飯了 這裡是必吃的 而且這裡是很有名的 因為這個飯很多人在嬰兒悶於亞 就會買來吃 然後很多人在一個單位 但買幾十盒這樣 很誇張 剛才我們看到他這樣做 其實好吃 就是很糯米飯 有點油香 嗯 是不是有點像糯米雞的飯? 是啊 像糯米雞 但是乾身時吃的糯米雞 有沒有吃到一些菇? 有啊 好吃 哦好吃 我們這個是半斤 但是應該是很舊 兩個人的份量 因為它本身可以一斤或半斤 我寧願要半斤 我想試多點東西吃 它還有蝦米吃下去很香 然後這隻雞腿是另外加錢的 是烤的 好像八十元而已 總之我們合法加起來就八四元 都挺划算的 我試試吧 可以嗎 脆的 它的皮脆的 好吃 雞腿有醃到的 雞腿有醃到的 雞腿夠味 皮很脆 不粗糙 挺好吃 你看到它的肉是挺滑的 也有肉汁在裡面 原來它的飯裡面有肉碎 來到你記得要試 但是要盡早 因為它剛才看 它說12點是最後一包飯 那包飯買完你就不能買了 在這個market裡面 就有兩間吃魚生是很有名的 最後我們就選了這個 阮農生魚巷 是生魚巷 那為什麼我們選這間呢 就因為你只看它那個人龍 真的黏了 它還要排在顏色線路 它排隊幾條隊 那為什麼它這麼誇張呢 我想可能是因為老闆 是做那些魚生批發 所以會確保那些魚生是很新鮮 那最重要呢它是走這個便宜價 日本料理路線 我又聽到便宜價 真的很吸引啊 真的 但是這裡太多人排隊 所以我們就選了take away 去試試它有多高CP值 那這個market呢 其實跟香港的街市呢 我覺得都挺像 是啊 很多原塊 有些人來買菜啊 有些人來買東西吃啊 這樣呢 有一種很在地的感覺 不過呢 我覺得跟香港的街市有些不同的就是 沒有什麼人叫笑 有香港的街市 喂!10元跟菜 20元跟住我 還有呢 雖然它有很多賣菜的地方 但是看到嗎 其實地面很乾淨 最重要呢 這裡是很多野石 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野石 都可以在這裡找得到 我們呢 偶爾發現到這一間呢 大牌長龍 叫林涼浩 林涼浩 林涼浩 這是林涼浩 那呢 它是吃那些台灣的春卷 是一個潤餅那些來的 它有四種口味選擇 那我們就會選擇這個 紫菜味 這個是真正的 銅板味食啊 是55元 這個潤餅 好像很划算 因為它每一個 都好像很大碌 然後呢 已經塞滿了口 是啊 不知道什麼意思 你就把它扭來扭去吧 然後呢 看得出呢 它們是整家人這樣 一起經營 我覺得很溫馨的感覺 然後它們各有各忙 但是那個配合度又很有默契 我們試一下吧 早 很明顯我們是最沒有默契的那個 好了 應該就到我們了 我們買給你們看看是怎樣的樣子 聽到是什麼聲音啊 來到台灣沒理由不喝一下這些東西 這間應該都是很出名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現在是哪間也都喝過了 然後呢 我們呢 是叫了它那個 最出名的 就是烏龍綠茶 這個大杯就35元 是台幣 香港的話應該就是港幣 嗯 How is it 喂 沒有了反應的 嗯 我點了半糖的 還有小冰呢 我覺得小冰已經都很夠多 而且 它不是說很甜 半糖來說我覺得算OK 剛剛好 我記得後面排隊的那些人呢 都是叫烏龍茶 烏龍茶應該是最出名的 但我嫌它的烏龍不夠味 就是應該要再重味一點 不夠濃 可能我太濃味了 我現在呢就試一下這個 潤餅 我們叫它幫我們切開一半 好貼心 哇 看上去呢 好像很健康 它全部都會很多菜 然後呢 黃色的菜呢 那些椰菜呢 是用咖哩那些 來煮的 所以它就和黃的 Oh no 我摘了一條 不知道什麼 落我的袋裡面 我怎麼找得回 Anyway 吃了先 哇 如果不喜歡吃紅蘿蔔的人呢 你會覺得 這個紅蘿蔔很青 很生啊 紅蘿蔔 很生 對 吃下去呢 口感是很豐富的 因為它有芽菜 紅蘿蔔 有些紅椒仔 椰菜 肉就比較少的方法 吃下去呢 就香香 有沒有海苔味呢 吃下去 嗯 你不說我都不記得 我們叫了海苔味 我們剛剛有海苔味 又掉了 掉了我的袋又有 是啊 掉了一袋外面 你今晚的袋裡面很多東西吃 我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是啊 你看到它呢 又黃又橙 很七彩 但是其實我覺得吃下去是挺fresh的感覺 因為真的很幸運 很健康 像不像那些月蘭的春卷 很健康 但是它的皮就不是 聽說它的皮呢 因為它是用銅板做的嘛 然後呢 那些人是特意只買它的皮 回去自己夾料式的 但是很可惜我們拍不到它怎麼做皮 哇 有芫荽我不喜歡 肉鬆的好吃 沒有紫菜味 但是都ok 挺健康的 吃下去 是嗎 這個豬肉是 說是用台灣豬肉的 但是吃下去呢 就是 只是豬肉味 什麼啊 台灣豬肉不是 都是豬肉的嗎 不是啊 就是你的味道 比較像叉燒 但是呢 不是很濃味的叉燒 的手叉 ok 吃下去不飽了 ok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月山 這個我是期待了很久 見人家吃好像很好吃 它的三文魚呢 很肥的 花蜜很棒 我試一下 什麼事啊 好厚啊 三文魚很厚 肥不肥 好肥 好像你這樣 所以好好吃 它的醋飯呢 酸味不錯 吃下去很棒 嗯 嗯 哇好厚啊 是不是 好像在游水一樣 是啊 嘩 好像吃了整條魚一樣 要試一下開膽 ok 值得 好creamy 沒有腥味 都挺甜的 哇 好味啊 這個蝦呢 我看到蝦很大條 哇 這個蝦好像很棒 好像也很厚 很厚 很彈力很酸 好好吃 完全沒有腥味 我又試一下開膽 剛才計算差不多是 38元才有這一塊 其實都挺貴啊 是不是很棒啊 那個口感 是很棒 但是為什麼 那個娛樂片在這裡 它剛才黏住了我的上顎 我又吃不到啊 但是它的海膽是很滑的 真的 而且都挺厚 都真的挺好吃的 我覺得我的份量都挺多 我還試什麼好呢 選擇困難症 我都試一下這個 另外我試一下這個 吃下去呢 都新鮮的 而且我喜歡它的飯呢 分佈不是說很大塊 但是我想說沒有很大塊的時候 偏偏這塊很大塊 因為你看這塊 這塊是很小的 如果來到呢 你吃它的綜合是挺划算的 因為它220元 應該50幾元 就有8塊綜合的壽司 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很划算的 叫這樣的質素 我試一下單獨試蝦 嘩 蝦都不梅口 也不是說很黏著口 都有點爽爽的感覺 都挺鮮的 我覺得壽司呢 只有三文魚好吃 海膽和蝦 如果你來呢 我推薦你點綜合的三文魚 然後再加你自己想吃的壽司 這個潤餅呢 我就不推薦 吃下去呢 我覺得有點划 但如果它是很喜歡吃菜的 我覺得這個就會很適合你吃 但我不是很喜歡吃菜 因為我們都是吃肉獸 對 但我覺得這個油飯是一定要吃 很棒 還有呢 記得來到這裡 不要像我們剛才這樣站在這裡吃 原來這邊呢 是有一個區 是讓你坐在這裡吃 然後我們繼續逛逛滴化街 這裡是有很多不同的店鋪可以逛 早 那說回這個永樂市場呢 其實就是全台灣最大的布料批發中心來的 它還有地下那一層呢 二、三、四樓 都有過百間賣布的店鋪 提一下大家 如果你想來買布的話 就不要星期一來 想來吃東西的話 就不要星期一來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最重要是按我們的鐘仔 叮叮叮叮叮叮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的新影片了 還可以上我們的Facebook、IG看update 如果喜歡我們的公仔 可以下載一些sticker 還有上這個帳戶看 有任何問題 記得留言給我們啦 下集見 bye 下集見